关晓彤1997年9月17日出生于北京,就度于北电,关晓彤年纪非小但演技可圈可点,代表作品《好先生》,《搭坐车》,《一部二主》,《四脚花旦》中,关晓彤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,颜值和身材出众,小小年纪打档过众多大腕,前途不可见谅。 周冬雨,1992年1月13日出生于石家庄,今夜于北电,代表作品《山楂树之恋》,《七月与安生》,同桌的你,周冬雨气质清纯,一路走来演技真的是越来越好,如果你看过《七月与安生》,相信也会认可周冬雨的演技。 郑爽,1991年8月22日出生于辽宁沈阳,今夜于北电,代表作品《一起来看流行语》,微微一笑,很清晨,跨地。 爽妹子和周冬雨一样气质清纯,不过她应该是四人中素颜粗性最多的一位,生活中水性洒脱,希望她越来越好。 杨子,1992年12月6日出生于北京,今夜于北电,代表作品《家有儿女》,《战长沙》,《翻诺宋》,重新出道的杨子,可以说是很多观众看着长大的,如今的杨子女大十八变,越变越好看了。